頂多是這個指示器 這裡面的電池沒電 我們需要去做更換而已 喔這裡面有電池 對裡面有一個2032的電池 嗯 那我現在 好我把空間還要做什麼 對我要教學 教你怎麼換濾芯 好這個最重要 對然後還有 我們指示器需要 把它拿出來鋤睡著 因為剛才說變紅燈了嘛 那就需要客人把它拆下來 手動 重置 我們才會還原變成綠燈 那下一次才會從第一秒 第二秒第三秒方式計算時間 嗯 嗯 然後 來 我們這個濾水器 打開使用的時候會有綠燈 那綠燈是正常 紅色的燈是提醒我們要準備買濾芯 嗯 那紅色的燈 就是說 要更換了 那我們好比說現在要更換濾芯 對不對 我們先打開除下 來 這邊有一個開關 有看到嗎 有一個黑色的開關 哪裡 這邊 燈子會剝掉 有有看到 我們往裡面推 先關掉 先關掉 好 開水龍頭 那裡面的水先卸掉 稍微比較小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關起來 我們的進水器拿出來 那我們的外蓋 是磁鐵直立室 所以下方 只要兩隻手往上翻一下 它就可以打開了 好不好 打開來 那我們立心買來就是白色 藍色跟紫色 那我們就對著顏色裝 嗯 換的時候 你要從左到右 右到左都可以 看你的習慣 沒有順序 沒有順序 OK 那我的習慣是從左邊 顏色開始拆 那我們拆的時候 BITTA LOGO在下方 我們抓著 手稍微扶著機器 往上抬 好 兩隻手 扶著 因為有水 嗯 我們扶著 往後退 嗯 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就出來了 對 那我們在裝的時候 有看到兩個蝴蝶的扣片嗎 嗯 它是順著我們的 BITTA這個地方 的最上緣 嗯 所以 我們 濾心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過低 好 這樣子也過低 所以我們要 手扶的最上緣 頂著上面 對 頂著上面 這樣才順的進去 嗯 那順進去之後 那兩個蝴蝶的 它順才進去 進去之後 我們一手一樣 扶下面 一手扶上面 好不好 我們向上 稍微出點力 往上抬 讓它密合 嗯 這時候手就可以放 之後 有看到這個開關 它還是扶起來了嗎 所以我們需要 用手掌心 壓著這個LOGO 濾心上方 嗯 往下壓 往下壓 這個開關 才會 掉下來 掉下去 才會到定位 那我們最後的Double Check 就是手 摸 這裡 跟這個黑色 跟這個白色 交接處是平的 嗯 切齊切平 才是定位完成 那哪怕是 它有浮起來 就代表 我們沒有壓 沒有壓到定位 OK 好 可以嗎 OK